我 我 我在 我看您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对 我看您那边的时间 对 好 那我们就先开始吧 好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那么首先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中国社区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 副院长见练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学校 主办的这个人文讲坛这样一个学术活动 因为我看了还有一些外笑的 所以我这里先做个自我介绍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黄老师 也是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武汉大学的 黄敏学教授 过来给我们做一个关于这个数字背景下的 这个营销与广告这样一个话题的一个讲座 那么黄老师呢 他是武汉大学的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 是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 此外呢 兼任武汉大学大数据研究院的副院长 那么黄老师呢 在这个学术圈也非常活跃 做了很多这种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 他担任中国营销工程与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 是这个中国高等院校啊 市场学研究会的这个副秘书长 然后呢 黄老师呢 他的这个开研成果啊 近年近几年来啊主要发表在管理世界啊 南开管理评论啊 以及啊 Genial of Marketing Genial of Marketing Research啊 这些啊 营销学领域的啊 国内外的什么顶级期刊上啊 那么出版了 网络口碑的形成 传播与影响机制研究啊 等啊 诗一本这个学术专著啊 那么黄老师啊 近几年主持了啊 国家自科的重大项目啊 重点项目啊 面项目的啊 国家级课题六项啊 那么啊 也因为黄老师的这个 学术上的这种成就啊 也是入选了啊 教育部的这个新世纪人才和啊 青年长江学者啊 等一系列的这种荣誉啊 此外啊 黄老师还担任咱们 营销学领域的这个 国内顶刊啊 营销学学报的这个专业主编 那么剩下的时间呢 我们就交给黄老师啊 有请黄老师啊 来做报告 谢谢黄老师 谢谢这个见面的呢 一个热情的一个介绍 这次我也非常开心 也非常高兴的有机会 在网上 跟咱们这个中国石油大学 能够做一个老师做一个交流 也做一个汇报 也对我们最近的工作的一个讲解吧 这个中国石油大学的话呢 还是蛮有渊源的 就像我们是16年呢 我们当时华人营销学会 开了一个国际营销的一个联会 是在咱们这个中国石油大学开的 所以当时我们去待了很长的时间 当时还有这个水灾 我们去了之后呢 想做到很好的一个招待 当时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 那我们当时在黄岛的话呢 还做了一些这样一个游玩 大家安排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也非常好的一个学术一个氛围 当时我们营销的很多老师 也做了很好的一个交流 那这次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话呢 说到咱们这个学院的一个交流 前段时间呢 我们学院的这个卓院长的话呢 刚好在9月份也参加了我们一个能源的 这样一个专业会 那么刚好这个项目的话呢 也开始进入打变阶段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学术的交流一个圈子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汇报一下 是这个数字广告的实践创新和研究的前沿 也是我们跟业界跟学界一切结合 那我们的营销的话呢 从原来这样一种纯学术性的 偏理论性的一个研究 现在我们也慢慢的工程化科学化 也需要跟实践的一个结合 那这个对我们营销界来说 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机遇 那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一些这个数据 和这样一些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 我剩下可以吧 如果听得很清楚我就继续好吧 对了对了黄老师非常好 那么现在我们做这个数字广告 为什么切入这个点的话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广告市场的话呢 一年大概差不多在1万亿的一个规模 那么从早先的我们的央视作为一个霸主 一年的广告收入作为标网 那现在我们的网络广告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非常的猛 那原来的广告标网是在这个央视上投广告 那么现在的广告标网的话呢 可能是在潜伏在我们的互联网里面 因为现在我们的广告里面百分之六十七十以上 都是我们讲的这个数字广告 那么这个数字广告的话呢 还发展非常非常的迅猛 那么大家可能不知道清楚 现在我们在广告界不包括这个 包括互联网和传的广告界里面 其实最大的广告的这样一个媒介和一个载体 就是在上市企业来说的话呢 第一名可能是我们这个阿里巴巴 那么阿里巴巴的话呢 在这个19年 它的广告收入就达到了1745亿 那么2020年的它的广告收入达到多少 达到2535亿 所以它的广告增长是达到40%到50% 那么我们这个广告总共占到全国多少呢 接近四分之一 五分到四分之一的比例 所以说阿里巴巴从模拟上说 是现在最大的一个广告的一个媒介和平台 当然最近两年后21年的话呢 由于这个这个新媒体啊 审视频的起来 那我们这个字节跳动的话呢 现在可能接近有3000亿的一个广告收入 就换句话说这个字节跳动和阿里的话呢 已经差不多占到我们整个广告市场的 接近差不多一半左右 所以说这两个广告 它为什么收到这么大的欢迎 和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的话呢 那么这个主要是得益于 这种广告的一种数字化 精准化和这种智能化 而且现在我们的新的这个Z时代 Z时代的这种消费者的话呢 对这种短视频 那么还有这个Y时代的这种电商呢 比较受欢迎 那么这个人群的这样一种消费行为模式 一种迁移 和这种广告一种精准性 就使得我们广告的这样一种方式 从传台这样一种大众美的方式 像这样一种数字化精准方式的一个转变 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那现在对我们很多企业来说的话呢 包括我们的业界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其实现在做到好的一些企业 做广告管理的一些负责人 特别是互联网企业 都不是学营销 或者学广告学出身的 都是学这个计算机出身的 你像这个腾讯呢 包括早前这个百度啊 包括现在的这样一个字节跳纵啊 他们的广告的部门的一些核心的负责人 招了很多的学生 和在一些工作人员 都是非营销领域 非广告领域 所以这个对我们这个搞营销 搞这个广告 搞这个工商的老实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变化 和这样一种态势呢 那么其实非常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的广告的话呢 从原来的这样一种所谓的 内容的制作 这样一种传播 这样一种买 这样一个摆面 这样一种方式 现在变成一种什么呢 叫做精准性的这样一种广告 而且他们这种广告呢 基本上是一种程序化的 这样一种交易 它很多时候的话呢 并不需要人的一种介入 而且现在的广告的投入模式 包括很多方式呢 对我们的影响呢 从原来那样一种记忆的影响 到现在这样一种行为啊 场景啊 这样一种互动的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原来的一些广告的策略 一些方针 一些措施 它就会失效 那么右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现在投入到我们这个数字广告 它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企业 包括一些IT企业 包括这个行业一个业态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下面就是一些 我们传统的媒体的一个转型 那这个里面是专门为我们的广告主 提供一些服务的 那这边是提供这样一个数据支持的 这边是提供这样一个广告的一个交易和出合的 那这边是提供这样一些这个广告的一些平台 和这样一个服务和这样一个数据化的媒介的 所以它整个的话呢都是靠这个数据在驱动 大数据的驱动 靠这种智能化的这样一种分析在做这个决策 来捕捉我们这样一个消费者的一个日常 比较快的这样一种变化的一种行为 所以现在我们的营销的话呢 就慢慢被这个技术在定义这样一个营销 我以前是学计算机的 当然因为计算机比较辛苦 所以就想去搞这个管理给人打交道 那现在发现的话呢 还要回到这个计算机这样一些手段方式 因为现在你需要精准化科学化 如果你不懂这个底层的一个程序化的 这种广告投入的逻辑的话呢 那么你很多的这样一些研究 包括一些实践是没办法做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成立一个叫营销工程 一个创新中心 就是把这个营销跟工程化的一些方式进行结合 那现在我们很多模型 很多数据的计算的话呢 要从原来这样一种年来月啊 现在要转向这样一个时分担表 所以这个就对我们来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也是一个机会 也是我为什么传统这种央视媒介这些广告的话呢 在衰配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原因 所以总结起来说的话呢 我们原来的这样一个营销 它更多是一种大众标准化的营销 我们相当于对所有的消费者 所有的这个顾客 我们提供一个标准化的一种模式 所以那个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到广告 到央视里面去抢这样一个标网 所以当时我们山东的话呢 也有很多这种标网 这样一种孔府宴呢 包括这样一个秦池 就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开一个上他那去 晚上开一个大奔回来 那么这种广告的投入的话呢 它是一种抢占 那么那个时候的出益力比较稀缺 所以我们采取这样一种标准化的 这样一种营销效果呢 会比较好 但是呢 随着现在我们的消费者 特别这种外世代和这种日式代的话呢 它跟移动互联网的接触会越来越密切 那我们现在消费者的行为的话呢 不再是一个独立 一种孤立的行为 那我们可以把它盖过起来 现在的消费者的话呢 他在受影响的话 我们叫做社会化 那么他的决策呢 是场景化 那他的行为呢 是移动化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Solomore 那你如果说还想用传统 这种标准化的模式去做的话呢 就非常麻烦 所以现在我们就提出要用一种 这个大数据驱动的 这种全场景的响应式影响的管理模式 那么我们从这个2015年就开始摸索 能不能把这个场景的结构下来 做一种驱动式的这样一种 精准化的这样一种影响 那我们去年刚解题 后评估作为一个优秀 我们做一个简单一个平台 那么他主要的一个逻辑 一个说什么意思呢 因为现在我们的消费者 在决策的时候 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决策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当时是14年的话呢 到这个厦门去这个开会 当时去这个鼓浪鱼 去做一下参观和旅游 那么有一个老师当时觉得 这个厦门鼓浪鱼 这个金门菜刀的话呢 就这个特别好 那么这个金门菜刀 是我们宝岛里面这个金门县的 用那个废钢炮做的 他一把一个废钢炮 大概切三把菜刀吧 他一把刀大概267块钱 好当时我们去这个店以后 这个店的话呢 马上给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展示 我们觉得也非常的这个好 当时我们就想 每个人就当时就买了一把刀 那买完刀以后 就觉得有一个问题 这个刀的话 你不能带在身上 因为这个股浪鱼还逛一天 非常的麻烦 那么那个店家就跟我说 我可以跟在网上给你寄回去 但是寄回去的话呢 我们就担心 他会不会给我们调包 那怎么办呢 那个商家说 你可以在网上下单 然后呢 把这个刀做一个标记 然后就网上支付宝 把钱先预付过来 等你回去收了个刀 把这个标记拆开 又看了以后呢 如果在的话 你再把这个钱打过来 我们觉得这个方式还挺好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把一个线下的交易呢 就变成了一个线上的一个交易了 那么邮寄回去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包一拆开 那刚好这个刀上 有我们做了一个粉笔做的计划 还挺好的 一试还不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钱就都往上 就确定给他了 给他以后呢 给他一个五星好评 那么这个商家的话 就跟我们说 如果你给一个五一好评 第二把刀呢 给你包以后 还送你当优费券给我们 那么我们一买一把刀 这个券就没有什么用了 我们就把送给我们的同事 我们同事的话 受我们的影响 又帮他卖了三把刀 所以说 大家可以从这样一个例子 看出我们的消费者 是在线上线下 随时进行牵引 而且他整个的 这样一个消费的行为 就体现出 我的购买决策是社会化的 那么我们这个场景的话呢 会驱动我随时随时进行改变 而且我这个行为的话呢 一旦不能满足的话 马上会把这个消费给你终止 这是我们讲的 从原来这种一种固定性的购买 到现在这样一种旅程化 这样一种动态的一种可视化 这样一种变化 随重这样一种消费旅程 那这个时候你的营销 就必须是一种响应 是一种捕捉 是一种预测式来做这个营销 如果说你还是手足带脱的话 那消费者就跑了 那么现在我们跟很多企业 在分析这个广告营销的话 非常重要一点 当然你做品牌可能比较慢一点 比较没关系 但是你要做这个销售的转换 对销售的一个普捉 你可能从原来的这样一种 每年做一个计划 现在可能需要到每一个时 每一个分局来做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样一个 移销的这个决策的话 就要从原来的千人一面 进行这种标准化的决策 一连做一次决策 我们把它广告制作好 然后到11月份 到央视去竞拍这个标板 然后领导进行拍板以后 投放一连 第二连的话再来评估再投放 那么这个时候 所有的决策和管理化 是围绕领导来的 领导觉得好 我们就觉得好 领导觉得不好 我们再继续进行这种研究 我们以前跟很多传统企业 也做过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营销的模型 很多的分析 包括很多管理 都是服务于领导 那么领导有一年时间 去学习试措 所以他来得及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的消费者 刚刚我们讲 在这个14年 我们刚好去了 这个管理这个岛里面 那么这个决策 它是随时随地的 而且每一个人的需求 都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策略必须是千人千面的 而且你要对这个消费的行为 要做一个快速的难以 如果你还采取 这种标准的策略的话 那么消费者就可能跑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消费者 有太多的选择 它可以线上线下 随时迁移 可以随时转换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营销的决策 包括你一些管理的模式 它必须是一个差异化 精准化 实时化 而且场景化的 这个时候 用我们原来的 这样一种标准化的 解释的模型去做 根本都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现在就需要 用这样一种工程化 应对着这样一种策略 所以我们之前的一个项目 就是维绕这样一种 全场景的 这样一种响应的影响模式 来构建这样一种思路 和这样一种方式 当然我们是利用 这样一种时空的 这个地理数据 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针对这样一种 全场景的影响模式 我们怎么样去做的话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和这样一些挑战 那我们作为企业来说 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个事情 这个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从这个广告 从产品 从这样一个渠道 我们都需要做 这样一种精准化的一个研究 那我们这边的话 就重点考虑 是这样一个广告的传播 因为广告的话 是把这个产品的信息 比较精准的 包括需求提供给我们 这样一个消费者 那我们的消费者 有这个信息后 再做一个快速的 这样一个反应 那现在我们的整个的 一个广告的投放的话 其实跟原来的不一样 原来的广告 可能更多是影响消费者 那么现在的广告的话 不但影响消费者 消费者可以随时 做这种动作的一种转换 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 就是广告 那么也及销售 那么销售也及广告 所以它整个的一个行为 是一个闭环的 那现在的这样一个广告 是怎么做的话 我就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我们之前 跟某一个企业 做一个合作 那么他们基本上 是每一天都在网上 要投大量的广告 进行这样一个营业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广告的投放有多复杂 那么这个广告的话 它在做这个友谊产品 它大概有这么多的 这样一些方式 大概有166条文案 然后大概有128张图片 它会组合生成 有456条广告 每一天的话 每个广告投放 大概是500块钱 不像以前 一个广告从头尾 投了几千万 所以说它每一个广告 都是差异化细分化 那么这个广告 投放的时候 它怎么投呢 它会也针对性 这个平台 就要进行组合 那么这个平台 大概差不多有20个媒介 然后每个媒介 每一天大概平均 是1万块钱 每个小时都在投放 所以说它的投放的话 也是非常的分算 和比赛化和碎片化 那么这个你想想 这么多广告的内容 在这么多时间里面 进行差异化的 这种精准化的投放 那这个里面的组合 是非常繁琐的 靠着人去做 我觉得非常困难 那么为什么要做 这么多广告的话 来提供这么多媒介的话 其实就是要为了满足 我们这个顾客 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那么消费需求的话 它是类型的一个熊吧 这个叫买点 我们广告讲的是 产品的一个卖点 那么这个媒介平台的话 更多是一个触点 让消费者跟产品 能够结合上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怎么选这个顾客呢 其实大家可能 不大家知不知道 当你点开今日头条 刷抖音的时候 你的手机就会产生一个ID号 那么这个ID的话 就会把你个人的一些标记 和特征的话 都会带上去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广告的 一个窗口位 然后就问这个广告主 你要不要投这个广告主 在看这个广告的时候 看这个信息的时候 他会产一个广告位 那么这个广告的决策的话 那是非常快的 然后我们进行实时的竞标 竞标完以后 我就把这个广告的内容 把它投放进去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一般是在 要站在毫秒里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效果好不好的话 其实现在这个竞争压力也非常大 因为消费者特别 信价特别多 他也非常的挑剔 他不像以前一样的 对什么信息都非常感兴趣 你可以看一下 每一天大概有245万人看了这个广告 但是产生兴趣点击的话 大概就是7万多次 所以到百分之几来 然后每一天下载的话 大概360次 就叫转换率 这是点击率转换率 所以你们会发现 我们整个广告的效果的投放 竞争还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所以说现在的广告 从原来这种标准化 像这样一种牵人牵面牵井 这样一种场景化 个性化 差异化投放 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们的企业 如果说还用原来的方式 去做广告的话 基本上是活不下去的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很多的传统的企业 给我们数字化企业 落后的原因所在 那打个比方说 现在我们的这个格力 我们的董大姐 她每次讲我格力 就是空调格力罩 她是一种专业的品质 那么她为什么在小米的 对比中间搞不赢呢 那么现在的小米的收盈 说的话是这个格力的两倍以上 因为我们的企业 在投广告的时候 原来投广告是把刺激消费者 现在这个小米在投广告的时候 它可以向消费者去学习 因为消费者对哪个产品 哪个特征比较敏感 点击比较高 那我下次再做产品升级 改造的时候 我会做一个提升 就换句话说 原来的广告 更多是刺激消费者 那么现在的广告投放的话 还不但可以刺激消费者 还可以去了解消费者需求 挖掘消费者的痛点 和这样一个扬点 为我们下次的产品的研发 提供了这样一个迭代 所以说现在的广告 它不仅仅是一个传播 是一个销售 而且它也是一种市场的调查 和研究对顾客需求的一种挖掘 那我们的这个格力的话 它就没有这样一个闭环 它对消费者的了解 和这个认知的话就会慢于这个小米 这是小米的一种优势所在 这也就是讲的叫客户知识 叫顾客知识 这种数据的一种积累 那么这个广告的投放的话 它就会起着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广告投放 就把原来的市场调查研究 产品的设计 渠道的构建 广告的创意 广告的传播 甚至我们的这样一种精准的定价 这影响的四个拼都囊括其中 这个时候我们传统企业 它缺乏这个链 这就是我们讲的数字化企业 大概缺乏一个区别的本质所在 这种数字化 可以通过这个用户的使用 来反馈我们的一个需求 那么我们的企业是怎么做的话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是字节跳动背后的一些 这个投广告的一个工具 叫巨量引擎 如果各位老师同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去搜一下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平台 现在我们做很多研究的话 可能的话 现在可能管理比较严格一点 早前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巨量引擎 在抖音这种下 可以自己投放一些电像广告 如果未来的话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投广告 当然要找一个企业跟你合作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这个里面已经形成一个 生态的一个平台 左边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流量 做的这个内容 来吸引这个消费者 中间就是它的一些广告的 一些产品 这个产品琳琅满目 有竞价型的 有做品牌型的 还有做这个精准投放的 大家看右边 跟原来的广告就不一样了 右边的话 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竞标的工具 广告的这种优化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广告吸引的这个客户 这个用户变成我们最终的一种顾客和消费者 就我们讲的线索变成一种销售环节 由于我们这个广告要千人千面 那我们怎么办呢 它有很多一些智能化的一些创作一些工具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那这一边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怎么样去投放的精准化 程序化 还包括我们把一些内容化 把它进行一个营销活动进行一个整个 所以说现在的这样一个广告 它其实是一个平台 它把我们的产品营销 价格营销 渠道营销 还有包括我们讲的广告营销 这个促销 所有的活动全部可以打包在一起 形成这样一种一体化的 以用户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精准化的 这样一种智能化的 可学习化 可迭代化 这样一种数据化的营销 所以这也是这个重量引擎 它为什么可以支撑出 我们的这个 这个字节跳动 它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对我们企业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种提升 我们各位同学观点 通过这样一个频道的发展 你可以发现 现在我们的这个字节跳动 它现在改为公司叫抖音公司 抖音是最主要的 它们一年的广告收入 居然内部披露 应该是接近3300亿 这样一个模式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样一种 投放的一种平台的 这样一种这个精准化 那么这个里面怎么去做的话 因为我们的广告的投放 不是靠人去做的话 那现在我们的广告会是有用户在看这个页面的时候 他都自动会产生一个广告位 然后我们的企业就开始进行竞标 所以我们把这个提供广告位的这个系统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有这个提供广告会的叫 我们讲的叫做共方的一个平台 就像那个字节跳动 我做个平台来竞标 还有一种的话 像这个网易 他们投广告比较多 他比较留 他自己做一个需求方的平台 然后你这个投放平台到我这来竞标 那么最终就是靠这样一个东西进行这样一个交合 和这样一个这个戳合 所以这就是整个的一个竞标的一个系统 所以现在的一个广告的话 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实时的竞标的这样一个系统 所以你每一天里面再刷一页 他就会产生一个广告位 大家有兴趣可以打开这个字节跳动 或者头条里面 你会发现一般的第四个第五个就会有一个广告位 那么这个广告位的话 他是实时的产生的 而且你每次一刷 他的宽的广告内容都会不一样 他会给你的这个场景 给你看到内容 还给你个人会做一个精准的这样一个推送 那么这个广告竞标的话 就是有我们的广告组 要投放的这个企业 根据你的所定的目标的人群 我出一定的价格 一达的话 我进行这样一个投乱 现在的广告位的话 一个人可能一个印象 大概几分钱左右 现在当然这个价格还在进行在一个变化中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广告系统 他的怎么去竞价 怎么去生成的 这个里面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这个做运营的老师 有很多方面一些这个研究 好 那么我这个广告投放的话 我必须要针对这个精准化的人群 那么这个精准化的人群怎么做的话 就需要有这个人群的一个识别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 上面就是你在投广告的时候 这个广告的这个SSP平台 比如说这个腾讯平台 包括字节跳动 它允许你去选择这个洞察的这个人群 它会给你把这个标签提供给你 那么你的标签选择越多 说明人群就越精准 那这个时候你的广告的印象的费用就越高 所以这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说就跟你好比你现在做问问一样的 你想找男孩子或找女孩子 他越不容易找到 那么他的广告的要求就越高 所以各位老师就大概一说你就明白了 那么这个广告的标签 选什么标签来做的话 那么这是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程 那哪些标签蕴含着消费者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和这样一个目的的话 这需要对我们心理学做一个研究 后面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做一个讲解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做数据管理平台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都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去解决这样一个精准投放的问题 那么这个里面的标签就是我们的企业在了解用户的行为 包括他看星期的一些兴趣的时候 他来采集的一些东西 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包括你在说话讲话 他这个声音都会采集下来 那给你建立一种学习和这样一种模式 那么我们这个标签 也可以根据你的个人的特质 兴趣爱好 他不同的标签 他对你的行为的指向的强度也会不一样 那么由于这个标签的话 涉及到侵犯这个消费者一个隐私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企业对这个是比较反感 所以我们上市的话 我们就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关于这个广告的一个什么 叫做这个时空化 一个场景化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消费者的话 在这个空间上是有一个聚集性 那么这个聚集的话 他就把一个人群其实有一个代理 就是说人以群分物以内聚 我就没必要知道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 我只要知道你活动的这样一个位置 活动一个空间 我根据这个位置和空间 就可以识别出这个人他有什么样一个特征 和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逻辑的话 我们就做了一个时空的一个商务数据分析平台 大概有200万个网格 每一个网格就是1公里乘1公里的一个平方的一个网格 大家看看中间这个白的就是一个网格 这个网格大概1平方公里 我可以把这个网格中间的这样一些什么空间的一些建筑物 人群的一些特征 包括它的夜光的一个数据 我可以做这样一个描绘 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特征 那么这个是利用我们这个平台的话 我就把咱们青岛这个黄岛 我做一个网格化一个分析 大概挑了这个大概有几十个网格 那每一个网格的话 它会有一些这个基本上一个固定的一个特征 那么这个特征的话 就可以对这块的人群做一个描述 所以以后你去这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 我投放广告 我一样可以识别你的位置 我可以通过这个位置来向这个人群投放 我就不需要知道你是谁 那么这个就是以场景来代表这个人群投放 那么这也是一种策略和一种方式 所以现在基于这样一种位置的技术的投放的话 现在更受欢迎 因为这一块可能不侵犯隐私 而且对用户的这种侵犯感会更少一些 相对来说它也容易模糊一点 我们也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来做这个事情 这是我们上市的一个 这个重点项目的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就我们讲这种场景的计算 包括这个数据的分析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挑战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企业的话 在做这个分析中间 可能也可以需要考虑的 那么当然这个时空数据怎么去获取的话 现在其实很多的一些建筑的一些PY的数据 它都是开放的 如果各位老师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提取这样一些兴趣点的数据 还有区域的数据 那么其实这一块就是我们讲的 叫做地理经济 叫社会地理计算 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黄岛这个区域里面 可能是以旅游为主 那么相对去来以后 它的行为特征应该与这个位置具有很强的一种 关联性和这样一种联通性 当然你不能把每个人的预设那么准确 但是我们的营销就是如果提高10%到5%的 预测度的话 那么这个效果就会强很多 所以这也是一种基于这种时空 社群层面的一种数据的一种计算 那么对我们企业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提升和这样一种建议 好 这是我们洞察这样一个人群 那么这样的话 你才可以做这样一种精准的投放 那大家会问 那么这个位置我怎么识别呢 通过你的手机 因为你手机的话 本来就会有位置跟那个基站有一个关联 那么这个是可以捕捉到的 那么现在我们很多的数据化 都会有一种位置的关联 这样一个信息 那么有了这个位置关联以后 我也知道他是谁以后 也有给竞标广告 那么这个广告最终的话 我们要做的千人千面 对不对 那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以往做广告的话 我就做一个标准化的海报就可以 我不管你是谁 反正所有人看的都是一个广告 叫他一个产品 那么我要对不同的人 不同的场景 把这个广告内网 你们做一个改变的话 那这个时候 现在我们就需要有一种智能化的 一种广告的一种创意 前面跟他讲这个广告游戏 他有很多的文本 很多的图片 他通过文本和图片的组合 来进行一个赤身的一个广告的创意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叫增强的一个广告创意 也是我们现在这个项目 正在解决的一个事情 因此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智能广告的时候 大家可能要要学习一些文本图片声音 包括东西的一些处理的一些技术 包括现在所谓的元宇宙 这样一种沉淀式的这一种广告 未来怎么去生成 怎么去制作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原来的广告就是一个广告 可以管所有人 现在的不同的广告 还有一个不同的人群才能够做 那这种广告的产生和创意和这种制作 包括现在我们需要做这个事情 最近的话 这个我们讲的特斯拉 他们马克思他们 他们做了一个平台 马斯克做一个平台 就做这个叫做Chart GPT 他就会根据一个自等的问答 就是你问一个问题 他马上给你生成很多的内容 其实有点类似于这样一种 智能化的这样一种创作的这样一种工具 现在有很多的这样一种平台 可以写诗 写歌 他可以通过学习 做一种迭代和这样一种优化 所以这种广告的创意和发展的话 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式 也是我们现在做研究做营销 所以把这个内容的创作 以前是外包的社工公司 现在的话需要我们企业自己 去做这个事情 利用工具来做这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企业的一些营销的一些实践 那么为什么会缺这些实践的话 我们的这个学者也对这个 智能广告的一些发展 也进成一个总结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最近的话 就写了一个中式的文章 就是讲这个智能广告 其实是讲的 跟现在讲的叫计算广告 它的一个模式的改变和它一个转移 那么早前的广告的话 它更多的刺激消费者 让消费者记住 那在互联网的早期的话 我们的广告更多是电商广 更多是什么呢 让消费者去搜索 最后进行这样一个分享 那么它的一个目的的话 更多的还是做这种精准性 那么在智能广告时期的话 我们不然要消费者记住 还要让消费者能够赴能 同时的话 让消费者也跟我进行这样一个互动 互动完以后 我可以进行学习和这样一个迭代 所以说在智能广告时代 它需要的是这样一种预见性 预判性这种学习性 同时你的策略 需要一种智能化的这样一种生成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广告的一些关键词 从原来的这样一种定价 到原来这样一种精准 到现在讲的这样一种策略 和这样一种研究 那么这个智能广告的这样一个 包括广告的一些文献的增长 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说这个领域的话 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探讨 去研究一下 对这个领域的话有一个理解 好 那么前面我花了一点 当下时间的话 跟各位老师和同学分享了一下 我们现在这种业界的广告 它是怎么去做的 那么它的实践其实远远超过我们学术的研究的一个前沿 所以对我们现在的老师和同学做研究同学来说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压力 那么这个业界在做这个广告实践的时候 它做这么好了 那我们学者有什么机会没有呢 其实我们的学者有很多的机会 他们也非常的困惑 前面我们说了 我们的智能广告的话呢 就是要根据消费者 对不对 提供合适的内容 然后选择合适的媒介来进行投放 可是大家要清楚 这整个的过程 你只有0.05秒钟 为什么只有0.05秒钟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你把那个智节跳动 或接着头条打开的时候 那个手艺就会产生一个广告费 如果说你在一秒钟 没有把那个广告内容呈现出来 这个消费者的手一刷 这个广告位就没了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的广告的这样一个竞标 包括投放内容 你只能在0.05秒必须完成 所以这就是一个高频 高速度快速决策的一个过程 那原来我们靠这种标准的模式去做 肯定很难的 所以说我们这种快速的匹配 或精准的匹配 这就需要很优的一些算法 所以很多搞计算机的 包括管科的这些运营的老师 在做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做营销老师的话 这方面做的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消费者 你要做精准的画像 你怎么画像呢 我用原来的标签就画像 可不可以一样 但是大家要搞清楚 一个消费者一天看的内容是几个G 那么这么多内容 你把这个内容给他提出 特征出来 就每一天他会产生成百上千 甚至上万的标签 就换句话说 每个消费者一天的这个标签 是在不断的增长 当你的标签越多以后 那么其实这个标签就没有意义的 我那标签本来是把这个特征 给他概括出来稳定的特征 所以这个就我们讲的叫做 叫信息过载 而且会出现一种偏差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讲的信息过载 带来的一种灾难 所以信息过多以后 对我们这个消费者画像 反而是一个灾难 那怎么办呢 你就会对消费者的本质东西 进行这一个画像 那么这个是我们传统的企业 好像公共企业做起来 难度会比较大的 我们的营销的话 通过心理的这样一种理论 就对消费者画像 因为我们的心理的这个行为 就有很强的一种 指向性和这种预派性 我就可以以心理这样一种微变 这样一种少变 这样一种不变 来预测他的行为的一种快变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种心理学 这样一种理论 就对用户的行为进行画像和洞察 这是很多做广告 包括互联网和企业人比较喜欢的 就是要从原生的标签 这种直接的标签 变成一种心理的这样一种行为 指向性这样一种 这种心理的这种特质的一种标签 这第一个 我们各位老师有兴趣的可以去做一下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 我们的广告内容怎么生成 因为我们的广告内容这么多 当然你可以给广告内容做一个调整 后面我们会做一些例子 做一些演示 就是增强的广告 那原来我们一年只做一个广告 靠社会公司搞一个创意 然后进行比稿 然后进行制作 一花花一两千万投入一年 那么这个周期太长太慢 价格太贵 现在我们的广告一头半 可能只看一千个人 一万万就看了 广告就要换了 原来广告是给几亿人看 当然你投一两千万就做是花来的 现在广告可能给一两万人看 你花这么钱去做 肯定是不值得的 所以说我的广告的质量 还有广告投放一种精准性 怎么去平衡 所以这个时候广告的创作 它的一些影响的维度 怎么去做 这个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的理论的牵引 我们现在很多的研究的话 就是能不能找出一些广告的 一些本源的特征 对消费者的心理造成影响的 那么利用这样一些本源的特征的话 我以这种微变小变 达到四两拨千斤 把消费者这样一种心扉把它拨动 心扁把它拨动 打开消费者一种心灵的窗户 开个亮光进去 来起到这样一种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要以精以巧来取胜 这就是理论的一个魅力所在 所以我们的广告内容的创作方面的话 需要有一这样一个策略 那么第三个方面 当我有非常精准的内容 还有对消费者有个了解以后 我要选择什么时机去投放 那么这个里面就需要有一个迭代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媒介的话 其实它投放中间 其实对消费者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指引的一个作用 那其实我们未来的话 其实是可以对这个问题的话 来做一个探讨 或这样一个分析 这个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模一个机会 所以说在数字广告时代 在计算广告时代 或者在互联网的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的营销的理论 广告学的理论 消费行为学 包括我们的运营的模型 其实更是企业所需要的 原来我们的互联网的企业的话 就通过机器学习 就是找这个相关性 只要这两个相关 我就这样推 那么谁的数据量越大 它的相关性就越复杂 那么它的效果的话 越来越出现过度的理合 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偏差 这也是我们传统的广告 我们把这个进展广告 在现在的话面临的一个挑战 和问题所在 这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样一些机会 那我们怎么去做的话 第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做广告的话 就是要跟消费者展现出不同的层面 我们叫做签面 就是我们把这个内容的话 精准化提供我们的消费者 让消费者看到不同的样 但是我们可能也要搞清楚 智能广告的好处 可以对每个人 整成不同的内容 但是我们是不是 所有的广告 这个消费者多要变的话 那未必是这样 我们在做品牌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强势 要保持一致 不要时刻变 但是如果让消费者去购买 去说服他的时候 或去引导他 这个时候变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之前做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研究 那个研究还在投稿中 就你会发现 如果说你跟企业讲品牌 讲这个比较整体的形象的时候 不变的策略是最好的 如果你讲这个产品具体的属性 某些特征 想给他传为更具体的细节 那你用变化的方式 可能效果是最好的 我们就用了一种所谓的 这种这个信息处理的一种流畅性 那么其实就消费者在 看这个品牌的时候 它是一个比较宏观的一种思维 就是说这个时候我看的东西 希望稳定一点 那这个时候你反复给我讲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全是有品牌有效的 换句话说传统的央视 包括人民日报 它这个媒介 为什么还起作用呢 它对我们企业做品牌 做这种形象和定位 那么这种大的品牌 不仅的品牌 它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们要做转换 做销售 要做这样一种互动性 那我们的数字广告 是具有这样一个要示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一个基本的逻辑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接着头瞧 它的开评广告 开评广告模型上 类似于央视 管理是谁 头的广告内容都是一样的 它瞧瞧这种品牌的 一种调替的一种稳定性 所以说精准变化 未必都是最优的 所以传统的广告 也会有优势 所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我意思是说 你不要从一个集单 走另一个集单 从千人一面 走到千人千顶 随时随便 这个未必也对 因为消费者的认知 它有它一个规律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需要去找两者的 这样一种平衡性 和这个研究的这样一种 差异性和这样一种错位性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 这种牵面内容的一种 变化重构的话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方法去做 比如说这个文本内容 我们也可以做这种 智能化的那种变化 我举个例子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思路 这是某一个企业的话 找一个广告语 比如说我们合作很多年 就敬酒虽好 可不要贪杯 那么这个广告语来了以后 我们机器要去学习 这个广告语 它到底想表达什么 那么这个广告语是有人做的 那么我们就通过学习就发现 这个敬酒是这样的产品 然后这个产品的卖点是买偶 这个酒虽好 但是不要贪杯 讲这个用户的一个买点的一个识别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产品化 他讲这个产品好 但是不要贪杯 这是人在过境这个策略 他用的是这样一种什么 反转的这样一种 这个疑问的提法 那我怎么样把它再加点东西 让我这个广告语能够根据人的 这样当时的场景 东西有一些变化 我们就可以加一个场景 比如说这个场景出现成家 比如朋友欢聚 敬酒虽好 可不要贪杯 但是为什么不用贪杯 因为现在在广州 他们喜欢用吃酒 如果把这个语言表达的话 用地方的方言进行表达 就可不要多吃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广告语的话 在原味不变的情况下 在关联性 这个表达在一种亲近性里面 加上这样一些链接 我们把这个叫广告策略的一种增强 现在的自然语言的理解 就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千人一面 又征询到广告这样一种稳定性 变成这种什么呢 千人千景的一个多面的一个变化 这是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文本的一种处理 当然这个处理效果好不好 我们是需要有理论的一个支撑 和这样一个背书的 我们这个是基于这样一种场景的 这样一种识别 基于这种MAO的这样一种理论 这样一种动机的需求 这种机会 还有这样一种能力 来买这样一个产品 所以背后是要基于这种心理的逻辑 去过去这个事情 那么你这个文本识别才会有效 那么现在我们很多智能的工具 包括这样一些马斯克他们做的 这样一种这个Chat 这个GPT 他们在那种智能化的那种文本的 增强的表达和学习的话 其实都是有类似这样一种逻辑 我们这个小米的这种智能印象的话 他也会通过这种微博 这种反馈来学习消费者的一种需求 和动机是什么 来对消费者的特征进行一个提取 所以说我们就能够把人的这样一种基准的策略 加上我们对场景 个性化学习的一种增强的策略 把它螺合起来 我们把这个叫做增强智能 这也是现在我们的做营销 做管理做电话的 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模式和思维 也是我们现在这个重点的话 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和这样一个思路 这是我们看了一下 这个文本的一种增强的策略 这个做的比较成熟 有现在像这个波尔特 包括很多的一些算法都可以写诗写词 还可以造句还可以做问答 大家可以都可以去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 但它合不合理 未必会说 但会从原来的模式进行一个学习 可以启发我们怎么看机器怎么去重构的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图片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叫做原始的图片 那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叫做这个风格的迁移 叫对抗网络 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再加上我们的一些特征 我们可以把它变得不同样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女孩子 那么这个女孩子的话就可以有不同的特征 把它模糊化 把它变老 然后还可以把它变开心 像这个的话可以是个男同志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女同志 那么这个女孩子的话可以让它戴眼镜 可以把它男性化 所以从这个Gender 从这个眼镜外带都可以做这样一种特征的增强 那么现在玩抖音的时候它已经有这样一种功能了 所以我们在做广告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原来的产品加上这些特征做一些增强 那么这个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呢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千变的时候 也可以以不变来微变这种应万变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这样一种增强和学习 这样一种模式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当时我有一个学生的话 他就把这个校门拍的一个照片 然后与一些古典化合并以后 就变成了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讲的 叫古典的一个无大校门 现在我这个微信的这个签名图 就是这个背景图做的 好 那么这个图是一个静态的 那么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更加强的 一些增强的一些事情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请掐的老师帮我们做的一个增强 这是跟那个静怯合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增强现实 这是让那个瓶子跳舞 他在拍那个时时做他的瓶子 然后把他能提起来以后 后来他就可以去一个跳舞和移动 这是做一种不动游戏 他可以去碰那个瓶子 他也是基于这个食物 把这个增强的一起做的 这个是通过手机 就捂到了校门 我可以直接拍以后呢 可以把它增强 可以把那个字还可以把它去掉 所以他可以直接做这样一种 增强的一种做法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种工具和平台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种广告的自动化 跟实景的一种结合的头发的话呢 也有很多一种途径和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说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现在这个广告的技术 包括这种 所以原语说的这种成绩是技术的发展 速度非常快 也给我们这个广告的研究呢 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平台 这样一个载体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好 那么有这样一个内容以后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内容更加的 投放的更加有精准有报位呢 所以说你千好万好 最终要合我心意 所以说还是要满足消费者的 一个心理的需求 原来我们的广告投放呢 它更多的是根据用户的反应 我们把这个叫相关性进行学习 就是我有这样一个视频广告 消费者喜欢 我就认为你喜欢他 然后下次也这样投 你不喜欢了 我把这个关系给你丢掉 下次又换另外一个关系来试错 所以它会基于这个产品学习 基于关系学习 就你的朋友喜欢 我也猜你喜欢 不喜欢我下次就换另外一个东西 如果这个产品大家都喜欢这种模式 把这个产品模式给它总结出来 但是这个数据的关系变化非常的复杂 随着数据上越来越大 这种相关性的学习也走向一个极端 那么现在我们的神经网络深度学习 这种机器学习都是基于这种逻辑 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层面大家非常高 你要写一首诗 这个算的这个算法的算量 就要求是要几千瓦 不不是几千瓦 就相当于要几十台服务器去做 我们大佬就是一天吃一顿饭 就可以把这个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它的能量消耗是非常大的 是不太有效的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人的话 看一个刺激以后 他内心会产生一定的反应 有反应以后 我再来驱动我的行为 但是人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是基于这个基因 学习进化而来的 所以他的心理 是相对我们讲的人格 和根据场景 所以你讲任何事情 我心里有一个预期 然后才能行为 为什么小孩容易讲 因为小孩心理不成熟 他容易接受外在变化 为什么人25岁以后很难呢 因为你的心理已经成熟了 不太受外在的刺激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更多是根据过去的习惯 一个本能的反应来 大家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所以我们就要把消费者 这样一种心理要搞清楚 那么这个心理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也叫我们讲这样一种模型 叫什么模型呢 其实就是讲的这样一种 叫心理的底座模型 就是我们讲的 叫做冰山模型 大家看到只是上面的行为 那么大部分的心理的标签 在这个底层上 那我们要通过数据的挖掘 要把他的思维模式 心理的状态能够把它提取出来 那这个就是对我们 对消费者一种洞察 从外面的这样一种行为性的标签 要到这种心理的这样一种内影的标签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营销 更加精准 以思量拨切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路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 当你们在买东西 看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用手机端 有时候会用这个PC端 对不对 现在当然PC端会比较少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购物 还是喜欢用PC端 这是我们几年以前做一个研究 但是我们将是发现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数据 当这个产品价格比较高的时候 就产品价格比较高的时候 你用这个PC端去给它提供信息的时候 它下单就会快 这个是延迟反应 就是说用PC端给它提供这个高价格产品 那么它下单就比较快 买就比较快 它买了以后就马上就掏钱了 在购物车就掏钱了 那么在手机端的话 以这种价格比较低的 它下单以后马上就掏钱了 但如果反过来就不一样了 你在手机端看这个高价格产品 它是看重了 放到购物车了 但是它还花很长时间 才去下行去买 那么这个时间差不多 跟它延长一倍 那么这个PC端也一样的 PC端放低价格产品的话 你放进去后 它当时没有买 它会延得很晚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匹配效应 所以说PC端比较适合 一种高价位的产品 那么这个手机端 比较适合低价位的产品 还有一种匹配效应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人有两种思维模式 一种是理性的 一种是什么感性的 凭经验是启发式的思维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PC端的话 由于我坐在桌面 就像跟你讲课一样的 比较理性 比较严谨 所以人更多 其中一种理性思维 那么理性思维 是一种慢思维 那么慢思维的话 当你的教育比较高的时候 我比较重视 我需要慢点处理 那么PC的话 慢慢处理给我比较匹配 反而有助于我快速做决策 这个东西很重要 你老吹我 我更犹豫 犹豫不决 如果说很重要 你不吹我 所以我决策还快一点 因为我想清楚了 那么对于手机端的话 我们是在一种移动环境下 我们更多一种启发式思维 一种经验性思维 就比较快速决策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东西不是很重要的话 我可以马上做决策 如果这个东西很贵的话 我就会犹豫不决 你这么这个东西给我看 我可以找钱再坐下再看看 现在还不能做拍板 所以说你这个产品的一种重要性 和我这种思维模式 一种一致性 就会决定我的产品 购买的决策会快很慢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这种心理的这样一种微妙的作用 所以人的话 多会两种心理 你在不同场景中的话 它会有这种差异 那么大家都很清楚 为什么手机购物 大家更容易买 因为大家比较冲动 比较快速 那么PC的话 对于这种电脑 汽车 那么PC端还是为主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产品 它都适合于在手机端 来做这个事情 我一说大家可能就 明白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 包括这个汽车 包括这样一些大件的话 我们还是要以 比较理性 比较稳定来做 那我们就需要把这种方式 要能够匹配消费的这样一种需求 在一种心理这样一种动机 这是我们讲的 怎么样去捕捉消费的这样一种心理 来做更好一个匹配 就是我们营销的理论 包括广告学的理论 和这样一种心理学 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们就可以四两泊千金 不要像这个表达机器学习一样 这么笨笨的去做 这种相关分析 那么我找这种匹配的模式以后 我可以给它一个规则 那么它在这做推断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精准 可以减少很多这样一种试错 否则你想一想这么多产品 给这么多行为去做组合 很复杂 那我这边就告诉你价格高的 你在手机卖 在PC卖 价格低的在这个手机卖 那就很简单 那么这个规则就可以不变 就一万点 这样可以减少这个数据的计算 和这样一种方式的这样一种分析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一个精准的一个把握 那么 所以消费者理解了以后 那我们怎么样去进行 这样一个精准的一个投放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能还需要根据这个场景 根据消费这样一个过程 来进行这样一个捕捉 那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呢 包括这个腾讯 它有这样一种动态的 这样一种广告投放 它根据你处在不同的消费旅程 是处于早期决定是否购买 还是晚期购买什么 比如说这个包 我在犹豫买不买呢 那晚期买哪一个包呢 对不对 所以说就第一个是where to buy 第二个是which to buy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消费旅程的普桌 来做这个广告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放 那这个就比较更加有效一些 那么我们之前呢也做一个研究 那么这个研究的话呢也发在一个期刊上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什么意思呢 我在做这个广告推送的时候 我其实有很多的广告语的一个表达 比如刚刚讲那个游戏 它有很多广告语 那广告语有这么多有几百种 我选什么广告语比较好呢 我们把这个广告语 根据这个语言学的一种行动理论 因为人的语言的话呢 对于消费的行动是有一种指引性的 所以有时候别会喜欢用这样一种 这个命令语气 其实对你的行为有一种指引 对不对 买买买啊好好好啊 它其实就是这种心理暗示 我们把这个叫speech theory 就是你讲任何话 对你的消费者的行动 它是有一定的指引性的 那么这个语言的话呢 它有不同的风格 它就会有不同的这样一种指引 我们一般来说有这样一种 差不多五种的这样一个语言风格 那么在互联网广告里面的话呢 像这种什么命令型呢 这样一种这种承诺情况比较少 所以网上话更多 是一种表达你的情感的 然后引导别人购买的 讲了一些引导话的 还有一种是怎么讲事实的 我们把它简化分为两类 一种是以消费者个人的感受的 而叫主观的一个表达的广告语 另外一种的话呢 讲事实的偏产品性的 叫客观的一个表达 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的 这个广告语 这样一个归类 然后呢 我们就来观察 这个广告语 对我们的广告到底有什么影响 我前面我们说的 我们的广告的话呢 有有两个指标 第一个是看到广告以后 我感兴趣去点一点 我们把它叫点击率 就从这个impression 到这个click 就是叫做点击率 就那么点击率 就表示这个产品感兴趣 那么第二个叫转换率 什么意思啊 它点击去看嘛 然后呢 去玩了这个游戏 下这个游戏 我们把它叫转换率 所以说点击率的话呢 我们认为它是属于早期阶段 它是否去买 那么转换率的话呢 我们认为是消费者的后阶段 它具体买卖买卖 买卖什么东西 就我们讲这个消费旅程 我们把这个消费情况来进行一个比对 后你就会发现 那么这个主观的这样一个文本的话呢 它对于这个点击率的提高很有帮助 换句话说 在早期 我还没决定买的时候呢 你用一些主观感受的来影响我 可能效果会比较好 我就愿意点 哎 当我已经决定去买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用主观感受 用讲一些客观的产品 具体的信息 那么就影响我 我可能就会去玩这个游戏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转换率就会更高 就换句话说 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 就讲一些主观的感受的东西 当我已经有意向 像最后 你们一讲的时候 就要讲一些真实的客观的 关于产品的信息 这样效果就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就提出这样一个匹配的模式 就在消费旅程的早期 我要讲主观的 有个人感受的东西 有感而发的 在消费旅程后期就讲客观的东西 那大家说 你这个数据挖掘的有什么理论呢 他其实我们有一个理论叫做 叫做解释水平理论 就什么意思呢 人在处理信息的时候 他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比较概括的抽象来处理 就是高层次水平 就是高屋建立 比如对于未来 对你小孩的规划 比如未来我的一个发展 就是心理距离比较远的 离我时间很远的东西 我会想的比较抽象 就是一种高层次的一种解释水平 就是一种 你会想未来发展会怎么样 就比较抽象明白 用形容词会比较多一些 你们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对眼前的事情 比如说今天我要不要回家 今天来了这个疫情以后 我要不要去诊断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低解释水平 他会用具体的细节来描述 那我需要真实的东西 你给我讲一些形容词的东西 我不想听 我就看你到底有没有用 有多人在做 我需要客观的信息帮我做决策 所以说消费者的话 就在消费女生的早期 他离购买比较远 我们讲离购买这个时候还比较远 我们叫心理距离比较远 那么这个时候 他喜欢看抽象的信息 就我们的总感觉 比较匹配他的需求 那么这个信息就比较流畅 对我也比较有用 那么在晚期的时候 在消费的后期的话 我已经决定要买了 那么你这个购买已经很近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需要具体的解释产品 那么这个时候 比较批我的需求 那么这个我心理处理 就会比较流畅 所以我们讲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 基于这种心理距离 和解释水平的理论 就可以让你去理解 我的广告语 为什么对消费者 在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影响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 一种营销的一个 基本的理论 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在早期 偏感受 在晚期偏产品的一个细节 其实就这么简单 那我这个广告 怎么试出来呢 你的企业如果不服气的话 你可以投放两个广告 一个是主观 一个是客观的 做一个对比 如果你怕 如果老板认为 我觉得主观的广告语 我很喜欢 这个客观广告语 写的太生硬了 我不喜欢 那你可以把99%的流量 投到主观里面去 把1%的流量 投到这个客观里面去 做两组做对比 对比完后你发现 这个 因为这个A是99% 即使这个B失败了 这个影响也不大 后来你发现的话 这个B的效果 比这个A要好 那怎么办呢 老板一看 不要给钱接筹 他就会把这个比率 投放过去 就把A的投放的比率 降到80% 这个B呢 就增加到20% 然后再达到一种均衡 所以说这就怎么办 叫做投放 和实验的一个结合 所以现在 我们的研究 跟其他的实践 跟其他的总结 是高度重叠的 所以研究及实验 实验及研究 就各位 就我们的研究及策划 策划及实验 实验及研究 其实它是一个闭环 这就对我们的 这个营销的研究 跟很多这种工程学 这样东西 其实是有很密切一个关系的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种启发 和这样一种逻辑 好 刚才跟我讲的是文本的 那么图片 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两个图片 一个 这个看得模糊 是比较远景 这个是一个近景 你们可以拆一拆 我在消费者 在消费女生的早期 我还没绝境的时候 是投远的好 还是投近的好 所以这个数据大家可能 其实也很清楚 就是我们这个消费旅程的早期 对不对 我们就是点击率比较高 为什么 还没确定 就模模糊糊的 如果说到后期 我想买的时候 看一些细节 能够匹配我 它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 远景的话 我的心理距离比较远 比较远 就时空距离 我们的心理距离 包括时间距离 空间距离 关系距离 还有一种确定性的距离 其实都是这样一种模式 所以当人的心理距离 比较远的时候 我喜欢看到一些 整体性的抽象性的东西 但我比较近的话 喜欢看细节性的东西 其实这个图片 给我们这样一个 基本的思路 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的投放的话 也要根据这个过程 进行这样一个迭代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样一些文字和图片 一些东西 如果大家还有感兴趣 后面还有这个声音 而且这个文本有很多种 是刚刚讲的主观客观 是讲这个叙述的方式 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 这个文本是呈现的比较规矩 还是比较好玩 要不要加一些emoji 这样一些这个图像 那我的图片的话 是用远和近 是用冷设计暖设系 那么我的图片是组合性的 还是什么样的 这个很多种 还有动画 那我这里面就不去一讲 那我这里面的话 只是罗列了一些 研究的一些成果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这里面的组合 就非常非常多 我们未来的话 可以这里面 有很多的一些探讨 和这样一些研究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组合去看一下 所以说把它总结一下 就是未来 我们在做这样一个 智能广告 一个投放的时候 其实它一个基本的逻辑 其实就是这种回事 首先我们要了解消费者 然后根据我们企业 这个产品的理解 我们可以初步生成 一个广告语的 一个内容的模板 就跟我们讲 禁酒需要可不要摊杯 这叫一个基础的 一个产品的信息和广告 我们可以用很多的理论 去创造这个事情 可以让消费者帮我们做 也可以企业 请社会公司帮我们做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学习 来生成这样一个广告 那么在广告基础上的话 我们要把这广告内容 还做一个增强 和这样一个匹配 和这样一个凸显 那么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组广告 还有很多的 这样一些延伸的 这样一些变化性的一个广告 好 这广告生成完了以后 我们开始要进行投放 你要选择这个场景和时间 让消费者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 接触着这一个产品 他可能会更加喜欢 那么这个时候 能够触发他这样一种需求 进行这样一种转换 解决这个临门一点 好 那么这个东西 如果做不好怎么办 我就要调餐 要把这样一种数据和标签 做一个优化 那么下次的话 把这个标签 付给这个消费者 我下次再投放的话 更加精准化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一种学习和迭代的一个过程 当然这个算法也有一个毛病 我们现在有个概念 叫信息减乏 你会发现 你会看到 与你相关的信息很多 你会觉得 这个信息都因为相关 你看信息相关越多 你的标签就会越固化 那么你就会只能看到 你想看到的信息 那之外信息可能看不到 所以这叫信息减乏 那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很多算法也在改造 一般来说 他推通信息的时候 60%是与你个人相关的 还有30%是与你的 这样一些朋友 东西相关的 还有10%的话 可能是一些随机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也是 对我们研究的话 有一个启发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是我们讲的 营销的一个理论和数据模型 一个结合 那么这里面只是一个思路 后面很多问题都没有做 所以叫前沿 我自己也没有想的很清楚 好 那么有这样一个实践 我们研究一个前沿以后 那么未来我们的研究 怎么去做的话 怎么把这个大数据智能 还有这个广告结合起来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 在做这个智能化决策的时候 还有三个维度要考虑 第一个 这个时间反应要快 第二个 你要考虑你的数据资源 第三个你的决策 到底是人决策还是机器决策 还是两者之间 都要进行匹配和组合 所以说现在的这样一种 研究的话 需要两者都要进行组合 那么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人机协同 就是说人也要参与决策 因为人具有灵活性 智慧性 那么机器它具有学习性 迭代性 这种快速的反应 所以我们现在强调 这样一种人机的 这样一种协同的决策 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特别有大数据以后 我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来进行这样一种管理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大学小学 把他结合起来 来解决这个事情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数据 还有这个速度要结合起来 就是要他的这个数据进行可靠 因为你现在如果全靠大数据的话 他就要大量的学习很慢 我举个例子 我们前面做这个图片的识别 我们要编 自己人工要编2万张图片 把这个人物 这个产品标记出来 然后再进行学习 学习的话 要学习几十个小时 比较快的话是几十个小时 慢的话只能学习一个礼拜 那这个速度太慢以后 对你去完以后 我们很多决策都已经难不及了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代价 我们的人是基于小数去做决策的 不是基于大数去做决策的 所以小有小的好 大有大的这样一个可靠性 那么这两者怎么去融通 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那第三个方面的话 我们刚才说了 要在这个响应的速度 还在人机决策里面 情节一种平衡 否则的话 你这个响应速度慢的话 我没法用 所以最终我们希望的我们的研究的话 只要把这三者 都要把它兼顾到 那怎么做到呢 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要把背后的理论 逻辑搞清楚 那么理论逻辑以后 我就可以让这个事情在什么时候快 什么时候慢 什么要以人 而不是靠我们的这种机器 那种试错去做 这就是理论带来一个魅力所在 所以我们基于这样一个逻辑的话 我们就提出来一个模拟人的 这样一种决策的 这样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讲的这样一种 三种决策 人的决策其实有三种决策 第一种叫做肌肉记忆 就是过去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那么这个就是短这种 我们把它叫计算智能 第二种什么机器的话呢 是叫一种模糊机器 就是说过去做过 差不多了 我就用它 这我们讲把这个叫什么 叫做快思维 第三个呢 我推测的话 其实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理性的 这样一种分析和决策 就这个事情我不懂 我通过别有知识 进行逻辑推理 来进行这样一种 策略的一种生成 那么其实早先的这个计算机的话 接着商务阶段 它用的是策略复用 你别再怎么做 我会推动给你 到现在的话 叫模糊匹配 可以进行这样一个知识的学习 未来我们想做一下什么 叫做智能化的逻辑推理 所以把这个策略组合起来 来进行这样一个迭代学习 所以未来 我们现在就需要 把三种方式组合 这就需要 我们要有这样一种 这个知识的体系 包括这样一个 这个知识的这个逻辑 我觉得这样我才能够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了解 那么这个里面就需要 把这些知识的 专业知识逻辑提起出来 我们把这个叫做知识图谱 就是把人怎么理解 这些问题的规则提出来 那么现在还是难度比较大的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广告 要把敬酒虽好可不要摊杯 提起出来哪里讲产品 哪里讲人 哪里讲场景 这都很困难 你要有一个规则去提取 那么一旦换一换 那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现在也是处在一种 摸索的这样一种这个阶段 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这个是我们 基于这样一个人货场的 这样一个模式的话 做一个简单的未来 可以做一种知识的一种框架 那这里面可以通过用户的 这样一个动静的需求 那这边是我们讲的一个内容 这讲一个场景 怎么进行这样一个匹配 来达到我们人的这样一个特征 那么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些特征 包括这些内容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实现和学习的话 就需要有这样一些模型的改进 要从原来这样一种 学习记忆的模型 要变成这样一种预见性的 需要更本的一些理论 你看这个物理学家 我觉得就很佩服 他通过这种理论的计算 就可以预测出这个地球 包括星星在什么轨率 在什么轨道上 那么早些只能通过观察 有这样一些经验性的 这样一些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计算 就非常非常的复杂 但是后来才发现 通过一些数学公式 就可以本源的预测这个事情 你看爱因斯坦的这种能光的 这样一些能源的公式 就是我们讲能源公式 就可以预测很多的一些行为 所以说我们未来的消费者的理解的话 也需要一种本源的模型 如果纯着靠这种数据的计算 是不解决问题的 所以预见模型 有模型上叫no data 就是比如昨天我老师讲的 这没有数据的模型 我就可以把问题预见出来 那么大数据的话 它更多是一种总结归纳什么模型 这就是过去的经验 那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理论的话 就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们之前写的一个 关于这种智能广告 信息广告的一个更加偏认知理论的 这样一个策略一个文章 它基本上就包括你内容的设计 这个用户的分享 还有这个场景的这样一种匹配 我们怎么样去激发不同的 这样一种思维和模式 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原来的广告 更多是一种理性 让你记住我 那现在广告更多是一种情感 让你能够认知到我 那么这个就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这种理论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 从这样一种这个广告的内容 它这种场景性 还有这种社交性 来进行这样一种关联 来使得我们这个广告的话 让大家感觉到看得很舒服 跟这个场合也很契合 然后让我觉得 还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叫负能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广告效果 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提升 其实这些理论的话 都是对我们去做这种 这种广告的研究 对这个问题的探究的一些理论 可以从这个数据中间提出一些 更加本源的问题 那对我们来说 研究的话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研究 包括很多问题的话呢 它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些机会 和这样一些前沿 和这样一些空间的 所以我们的企业 包括我们的学者 和这个业界的话呢 它其实是要双方多方的合作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业界的广告 投放的话呢 也进入了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 因为数据出一种爆破式增长 那么它的广告效果呢 也在急剧的下降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直播带货呀 包括这个设计营销的又很兴起 就是越来越来越广告的流量的 转化率太低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广告消费者具有抵抗性 那现在我们很多的广告的话呢 又缺乏这样一种精准性 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消费者这样一种需求 心理动静又有需求 怎么匹配上 这个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好 后面呢 我想留个十分钟时间的话呢 跟各位老师同学的话呢 有一个互动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需要了解一下 我就跟他这个解读一下 因为这是机会难得 我也就把我们研究的一些 发展的一些动态 包括一些变化的话呢 做了一些比较系统的 一个讲解 因为很多研究还处在这样一个 波数的过程中 还不是特别的成熟 如果大家对这个 自行东西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可能已经放在教材里面去了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对这个场景营销 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明年会出一本著作 是关于这个社群营销的 应该可以出版这个出版 如果大家对这种广告 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的广告教材的话呢 应该明年会出来 报教社出来 那么里面对有一些 知情内容的话呢 会做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介绍 那么大家可以到时候 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就先讲这么多 看各位老师有什么问题 我就再给大家稍微解答一下 非常感谢黄老师的这个报告 黄老师的报告 内容非常丰富 涉及到这个 行为科学 心理学 计算机科学 营销学等等 涉及到很多这个学科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 交叉科学的这种研究 然后我们听了之后也是 受益匪浅 机会难得 然后今天我看大家参与度也很高 一直保持在这个人数 一直都是巴德尔 然后请大家提一下这个问题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老师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提到这个PC石头 这个价格高和低 这个问题提的也非常好 当时我们这个研究的话 是结合一个企业给我们一个数据 它其实是一个快销品 就是一个酒类产品 我们就把这个酒类产品 所有价格拿过来 取了一个中间数 就把这个中间数以上的成为高价格 中间数以下的成为低价格 是这样进行区分的 所以这个高和低没有绝对 因为不同的产品 它这个高低的价格认知 会不一样 所以未来 大家可以根据产品的重要性 还有掐一些特征做一个识别 和这样一个提取 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对性的 不是一个绝对性的 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新老师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原生标签 要变成这个心理的标签 这一位这个心理标签很重要的话 现在又没有这样一种理论 所以才需要我们去做 那么这一块的话 如果说你能够做得比较好的话 其实很多企业都是愿意合作的 每一个心理标签的提取 其实就是一篇非常高水平的一种文章 其实各位老实的话 有兴趣去看一下 现在新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文章 其实都是与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那么原来我们很多营销的一些 经典的理论模型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应用到这个广告里面去 其实也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很多这个业界的 这个广告的一些实践的企业家的话 他们也希望我们把原来的文献 做一个读取 然后做一个下载 我希望改成它的算法和模型 其实从文章里面提取规则 这也是我们现在也想在努力去做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里面怎么用怎么做 其实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想就讲前言 并不是说自吹 确实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清楚 大家有这在摸索 很多企业的话也很困扰 最近的话我们也发现 这个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昨天我们请了这个Maging Science 就管理科学就是顶刊的 这个新系统一个领域的主编 那么他就讲他们 就是Informs 他们期刊的这个下载率 一年大概100多万次 这原来不可想象的 就是做学术的这个文章 比如为什么要呢 后来就发现 现在很多的这种数据的分析 包括模型的建立 它都需要从里面找到一些理论的启发 和这样一些思考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营销的文献 读的最多的 可能是互联网的广告的企业 他们都在学习 在借鉴这个事情 如果说我们的老师能够 帮你的研究的一些想法 一些假设 能够跟企业的问题进行一个结合的话 其实会有更好的一个推进 那这个东西怎么去做 就需要原来的理论就可以用 我们用的是一个心理距离解析水平理论 其实就可以做很多的文章 包括图片的远近 软色系 冷色系 这个文本的主观和客观 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那么这个理论很多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再去找一些 那么你就可以做出很多文章 也是一个保障 好吧 这个欣老师 我就先回答这么多 黄教授 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经济管理协议的张妍 就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了一个 这么精彩的报告 就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 就是因为现在也要指导 就是本科生做毕业设计 然后这个比如说时间 因为本科毕业设计 他们可能之前也不太掌握一些特别 就是咱们比如数字 就是数字广告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理论和方法 然后时间也比较短 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比如这一块的话 您觉得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选题可以做呀 还是说必须要学会爬虫啊这些软件 就想听听您的意见 这个看你们这个同学的这个数据的处理的能力 是情况怎么样的 但是现在的同学区 这个数据的处理应该都不是非常的困难的 因为它有很多现成的一些工具软件都可以做 反正我们这边大四的同学的话呢 你只要给他讲一讲 他们大三其实都可以做了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 我觉得难度不是特别大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其实现在他们都想去互联网企业实习啊 或者这样一个问题 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找一些数据做一些编码 然后把它特征化 其实我们现在的研究的话呢 并不是说要把这个大数据直接去做 而后面其实我已经提到 就是我们就要把这个大数据 特征化变成小数据 因为我们消费者企业做决策 还是基于这个小数据来说的 那么大数据到小数据的转换 就是一个特征化 其实基于我们的理论去做这个事情 比如刚才我们讲这个产品 这么多品位你怎么去区分呢 我分为高价格低价格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特征化 那我就可以比较概括的就总结出来 那么未来我们的同学的话呢 可以选择自己的一个点 然后把这个数据呢 做一些特征的提取 然后如果有一些结果数据化 做一些简单的观点的分析的话呢 他就会发现非常有趣的一些结论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还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做这几个小实验呢 验证一下 那么这个文章会做的更好一点 如果他没有能力的话 没有精悲化 就做一个数据分析 用这种剧类啊 这相关分析啊 做一些简单的回归啊 他其实也得到比较好的一些结果 那么这样可能他就会更加感兴趣一点 至于什么主题呢 都可以做 你看这个直播啊 包括这个社群呢 这个都 这是他日常中比较常见的 那么这个广告的话呢 他们可能见得比较少 人数据拿不到 但是直播带货他是看到的 包括这个晚上 这个很多人他有很多礼物啊 为什么会得到很多点赞呢 那这个里面就是一个结果数据嘛 那么他讲什么事情 因为有这个结果 你把它分析一下 做一个这种编码和整理的话 其实就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对他去工作也非常有办法 我的建议是这样 好的好的 谢谢黄教授 因为觉得这块就是学生应该非常感兴趣 然后所以觉得 就是您说这个直播要社群啊 然后就是 还有比如说有些时候做小实验这块 谢谢您黄教授 谢谢 好 黄老师您好 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讲座 很那个受益飞险 就是我想借着那个扎言张老师 他的那个问题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最近就是课题组一直也在做那个直播电商 跟短视频这方面的研究嘛 然后去年我们在申请那个项目的时候 有一块内容就是说 我们想那个研究直播过程中 就是那个主播的那个情绪 我们想把那个这种情绪化的 视频中情绪化的数据 转化为那种结构化的数据 来去研究他那种动态化的数据 对我后续比如说点赞呀打赏呀 这样一些变量的变化 但是有一个专家就会提出来 那你这种大数据过程中 你特别要注意一下 大数据可能产生的是一种相关性的影响 而不是因果性的影响 因为我在您的PPT中刚才也看到了 就是要注意英国的那个 关系的变化嘛 我想怎么去衡量这样一个相关关系 跟英国关系的这样一个关系 对 就是请问比较专业一点 因为那个英国关系它有三个条件嘛 就第一个就是说它有共变性 就是相关性嘛 第二个就是你的因在前果在后嘛 就是说你的表情变化在前 你的这个点赞 这个点赞打赏在后嘛 这个时间上有这样一个先后顺序 这个是第三个的话呢 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排除其他的干扰的因素嘛 现在已经解释了 就是说大数据的话呢 它其实做一个二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我用一个面板的序列数据来做 比如打个比方说我把前一分钟的这个 他的表情对后一分钟的这样一个动作的影响 对不对 这就是一种简单的一种 持续的这样一个影响 而且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 那一般来说这个的话 可以要检验你的主项 但是你要做英国关系的话 你就需要做实验 你要做实验 实验一种方法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找那种自然实验法 就是找一种冲击 比如说这个主播原来都是很开心很笑的 可以随便说的 后来也打一个政策 这个话不准说了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这个风格 就做一个改变嘛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相信这个外来的政策 相信对它是一个冲击事件 就导致这两种模式有一个变化 这是叫做自然实验法 一种方式来做的 通过DID啊这种东西 但是你要找到外边的一个冲击政策变量 去观察这个事情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的话 就比较简单一点 你可以自己找人就是主播去做 或者同一个主播 换不同的表情 换看里面的一个反应 像你模拟这样一个主播 这样一种实验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这是第二种这样一种 这个实验史的 或前一实验的一种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一般来说的话 就需要配合 一个要我们讲的外部效果 就是通过大数据 来把这个主效应把它解决出来 那么第二个方面 能不能做一点这个实验 把这个结果做进一步的一个检验 如果前面这个结果比较显著的话 别人也会接受 那这个里面的话 那个深夜大学 这个陈欣宇老师做了很多 你可以看看他的paper 他的文章 他其实也是做这个打赏 这个点赞的这一块 他其实也是通过这种方法去做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方式去解决 你这样一种这个因果推断 和气象的模型 我觉得这一块呢 应该说是可以去解决的 好吧 刘老师 那我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黄老师 黄老师您刚才说 那位那个深大老师是 是你那位老师 哪干 就是那个陈欣宇老师吗 你说那个 陈欣宇 我知道了 就是在大学陈欣宇老师 对就是二东城 欣欣的欣宇宇宇 就是一个女老师 她做的非常好的 她发了很多系列的文章 是关于这个直播 刚刚刚讲这个问题 好 谢谢黄老师 好 这边有 第二个老师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根据平台的用户 来细化用户心理的一个 动态的变化 来调整这个产品的重点 那么这个里面 是对于这个文本的分析 和这个特定的一个提取 它其实现在有很多 后面我讲这种知识图谱 那么首先你可能要知道 用户在说什么 然后说是产品拿一个维度 这是第一 就是知道他在讲什么 第二个话 他讲的内容里面 它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 还是一种客观的属性的表达 那对内容是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如果是情绪表达的话 你可能要搞清楚 它的情绪 又还是一种积极的 还是一种消极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它是好 还是这样一个不好 那么你就知道它讲什么 然后讲了哪个点是什么 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的话 你要去猜它为什么要这样讲 它是基于这什么东西的不满足 打出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能要看你产品的特征 跟它口味的变化 有没有一定的关联 和这样一个分析 那这个对你后面的这个研究的话 才会有这样一些这个指引 那么至于这里面的 其实很多研究都有 也没有什么比较新的方法 用文本特征的提取 和这种尽量的建模 关键是你是基于 什么样一个假设去看这个事情 是基于这个产品的设计 还是基于这种认知的模式 这个要看我们的一个问题的 一个思考 所以并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的 一个答案和这样一个理论 孟老师 好 谢谢 好的 由于这个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 咱们那个 线上的这个 问答的环节 咱们就暂时到这儿 如果大家对黄老师的 这个研究里面涉及的问题 感兴趣 我觉得可以通过一码的方式 再跟黄老师继续交流 那么也是非常感谢 我们刘伟老师前期 一直联络黄老师 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个高质量的 就是关于智能营销的 非常非常前沿的 这样一个学术报告 我们听了之后也是感觉 脑洞大开 后面也是可以继续 为了黄老师提出了很多的这个 千言的问题 继续开展这个相关的研究 黄老师 咱们的这个今天的报告 时间上的这个关系 咱们就到这儿啊 后面的话 因为黄老师给我们 所有大学这边 这个渊源也很多啊 然后也是把自己的高途啊 我们的张英老师啊 前几年就送到我们营销系啊 在这边任教啊 然后后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啊 再这个跟黄老师继续深入的交流和学习啊 谢谢黄老师 那谢谢这个建议院长啊 谢谢各位老师再见 谢谢 好 黄老师再见 嗯 好 也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参与啊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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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